经常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他们 这是不是说明他很火很红啊 好像人气和出镜帅并不成正比 DC Inside Go 了即使观众们无感 也不停出演综艺的艺人师 三名是李尚敏 到2021年还负债9亿韩币 夏童的李尚 手握认识的哥哥 我家的熊孩子等多档人气赠 目前正在播出的就有6个节目 因经常在节目中穷 曾一度被指示在立穷鬼人设 第二名则是搞女艺人朴纳来 我独自生活 惊人的星期六中她是固定嘉宾 此外还有另外4档节目 还有2个节目播 工作邀约不断 此前朴纳来因对人形玩偶发 不当而卷入性骚扰争议中 一度要接受警方调 被打上了性骚扰发言艺人的标签 第一名则是 竟刚刚结婚的李生姬 占了21%的得票率 此前李生 一直维持着正直好青年的形象 又综艺感十足 有观众缘 但与李多银恋爱 结婚后受到了老婆 按家族史的牵连 形象似乎不如以往 但这些都 妨爱李生姬综艺邀约不断 与江搞同合作的胸泡面 已经定于5月23日首播